大家好 大家好 直播就開始了 我還沒介紹了兩位嘉賓 已經在搶著死哈佬 在我們中間的就是 Kee Lee 她是英國註冊律師 其實她都是香港人 不過小時候已經過去了 不過她的廣東話都流離 所以大家放心 再過一位就是張導演 如果她的廣東話不流離 我們就打她了 我的廣東話當然是流離 好了 不開玩笑了 自從我們英國隨口說 開始有直播之後 很受歡迎 舉個例子 我們上個星期五和明報合作 搞了一次 我看一看原來也有過萬人看 所以我們就決定 搞多些 也都特別是應用好些粉絲 你知道英國隨口那邊 就開了Friends Club 如果你想 隨時知道什麼時候有直播 其實你加入Friends Club 我們隨時通知你的 我們浪費時間了 我們開始這次的話題了 張導 我有禮貌給你先問 我第一 知道英國買樓 有些特點 就是跟英國人溝通 文化的差異也好 怎樣也好 總是有一些 就是不是很安心的 怕自己說漏話 又怕聽漏話 雖然我的英文當然不是很出色 但是也不算很差 我看到一個廣東人 或者是一個Kitty 我想你介紹一下你自己 那我怎麼信得過你呢 就是在語言方面 當然你是一個律師 你幾歲去到英國的 我就很小 就移民到英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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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現在快點跟我們說 我們買樓的人 就知道 那流程 現在都不太知道 什麼叫 exchange of contract 什麼是 deposit 給錢給你 我有沒有信心 到時候有 completion 那多久可以完成 有沒有得 more for 這些東西呢 我想你簡單一點 講講給觀眾聽 一個基本的process是怎樣的 嗯 那在英國買樓呢 就一定要用律師的了 那 雙方都有律師的 那sellers有律師 buyer有律師 那這個process 我們叫conferencing 這個term叫做conferencing 那就是有保證的 因為你對方有律師 那你的錢你transfer到律師那裡 那在律師那裡是safe的 那整個process是怎樣的呢 如果買家請的律師 那你首先要等那些失落的律師 那些資料過去 接著那個buyer的律師 就可以開始調查了 調查完呢 OK了 就會傳一個report給那個買家 OK的 如果那個買家是happy的 就可以proceed去exchange exchange 就是你給了deposit 然後就lock in 這個整個transaction 然後就等到completion 然後就可以交手了 嗯 但是我想問一下 剛才的張道就問了 一些文化上的差異 你懂得說廣東話 我想差很遠的 就有親切感 起碼 但是你知道現在 為什麼我們要六點半 才開始做呢 就因為要救你 現在你之後要組你 是吧 是 那我們現在是晚上了 那如果有些事情要處理的 你香港有沒有office 有沒有同事可以幫忙處理呢 都有的 我們中國 在香港都有同事的 我們香港representive的同事 叫做Cherry 那他就可以幫我們 跟香港客戶溝通 他都是香港人來的 都幫了很多的 那我可不可以在香港 早上打電話給他 可以 可以 因為他現在暫時在香港 還在香港 即是幾時飯他都可以的 是 Cherry是不是律師來的 他就是我們屬於customer service 部門的 即是他管理那些客戶的 那些relationship 咦 律師行有customer service 是很難的 是啊 就是你現在在香港 又有office 又有一個做customer service 對於在香港 光顧你買英國樓那些 那些呢 那就舒服很多了 因為就像剛才那樣說 哇 不用夜一夜 去跟你溝通 那起碼 前一段那些東西 給一個同事Cherry 幫忙處理先 因為最主要是為什麼呢 曾sir 因為律師跟你聊天 他下計錢 哈哈 那如果有customer service 在那裡 就是我煩著他 我問話 我不覺得很煩 因為這個是真的 我跟律師說話 我怕煩著別人這麼繁重的工作 所以我們問話 不夠詳細 如果有一個customer service 在那裡 我就可以問詳細一點 這個都是真的 是 阿Ki 阿Ki 我想問一下 自從BNO之後 其實是不是你們那些 律師的業務 真是生意多了很多呢 都是的 是啊 是的 我們上六個月 都接了很多間 很多單 就是BNO過來買樓 那些客 是啊 多了很多很多 整個應該都差不多 情形都是這樣 全部的律師行都是很忙 現在暫時 哦 那如果 剛才好像你這樣說 那突然間的生意多了那麼多 那會不會你應接不下 說還不應接呢 那就不會的 因為我們本身是 我們都有很多 preparation做好了 我們本身有三個律師 就是我們的property部門 就不算特別大 但是我們 已經估計到 會有很多case來的了 因為Cherry 都收到很多news的Cherry 那我們就會prepare 就是有個procedure system in place 接著就可以 都應付得來的 全部都是case 我想問一下 香港人呢 買樓通過你們 律師行 你啊 我們有些什麼 的漏洞 或者我們有些什麼缺點 或者我們遺漏了些什麼 我們要記住 有些錯誤 我們不要犯的呢 或者這麼說 通常香港人犯些什麼錯呢 就是找你之前 其實如果這些事情做好些 就不用這麼煩咯 這樣呢 最重要的是AML 就要製造AML 就是anti-money laundering 就是現在律師應該要查得很嚴重的 不是因為我們想查 是因為政府的法律規定我們要查的 就是關於黑錢 就要我們律師查得清清楚楚的 不是就是查你的錢 是不是你的銀行那裏 要查一下 怎樣來 就是source of funds 就是你的錢在哪裏 然後source of wealth 那些錢怎樣來 就要查得 很多香港客人都開題有些少 覺得為什麼查得這麼嚴重呢 他覺得自己沒事 我們都不覺得他有事的 但是因為這個計劃是一定要follow的 所以一定要查 那最好是怎樣預備了一些東西 那你們去那個程序 就更加順暢一些呢 如果趁錄之前 你就要準備好你的 evidence 就是證據 你的錢怎樣來的 如果是你做工儲回來的 那你就要準備好 最少六個月的Pay Slip 或者Bank Statement show你的薪金 deposit到那個Bank 卡那裏 如果是譬如你炒股票 香港人很多炒股票 我知道 是啊 那你就要show你六個月的Statement of the investment的戶口 就要這樣proof 嗯 嗯 張道理 張道理 保留你炒股票的資料 多數都輸的 不過這段好些而已 輸了 輸了算不算花錢 哈哈 哈哈 好啦 你問什麼 好啦 我又想問一下 在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我們通常都要借錢的 那你們律師傢伙會不會 在做mortgage那裏 那裏 你怎麼可以幫到我們呢 嗯 要借錢的人是多數買來是investment的 那是投資的 多數那些借錢都是 就叫做bu to let mortgage 就是你買來租出去的 那通常這個情況呢 就是他們 要找 首先最主要是找lender 就是銀行借錢他們先 這個process可以很久的 要可能兩個月 兩三四個月都不行的 嗯 那他們那個mortgage 批了之後 那個銀行就會請律師的 就是變成買方有兩個律師 一個就是買家的律師 第二個就是銀行的律師 那怎麼幫到它呢 就是首先要得 要銀行的律師 要先通知我們 先送那些資料給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立刻做事了 所以advice就是 我們越快搞定銀行那方面 我們就才可以做事 要不然就會延遲 你等到 你會不會幫我們 就是讓行人找一些broker 提供這樣的服務 我們有contact的 我們可以recommend 一些broker給你們的 但是不是我們的service 但是因為我們都有很多contact 都可以recommend OK 明白 但是最近都聽到有些case 就是說原來因為很多香港人 都沒有tri-record的 很多英國想借案 其實都有些困難的 是不是呢 Dependent 如果你buy to let mortgage 就是你買來租出去 那是dependent on你那個property的 和銀行覺得你可以租出去 有多少錢 都是說匯報的 如果銀行覺得可以的 那就很多都可以借到 是嗎? OK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和張杜蘇 經常鼓勵一些人 如果你不是趕著過去的 先買一個收住租先 是不是 那如果聽你這麼說 收租的那個 都是創作一個track record 那我覺得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如果收租的 是不是你收六個月之後呢 或者一年呢 它更加借錢做mortgage re-mortgage的那個 那個能力更大一些 那個機會更大一些呢 是 因為你已經有個track record 有個track record在那裡 那就會容易一些 是 是 剛才你說出租的問題 那你知道現在又有些分 分這個leasing 有些是freehold 或者是怎樣 那其實在你們造契上 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上是leasehold 那就是你們香港叫做 租借業權 是不是 嗯 那就是freehold 就是你這個永久業權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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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呢 就 嗯 是多些事情做的 因為是有這個lease 那就是這個 這個租契 那就是很多 嗯 很多限制的 那就是要律師幫你check一下 那些限制好不好 嗯 嗯 會不會阻礙你們 你想做什麼 譬如你想租出去 可能有限制 你怎麼租出去 可以租多久 都有的 所以就要 所以就要 剩下50年 40年那些租期呢 那些樓價便宜些 那些樓價便宜些 那些香港人說 不如我買些租期短些 那這樣 那然後呢 你接著就要補地價了 哦 你想補地價 但是最近呢 有條法律 法律呢 喂 英國政府就說 會將那些叫做地權呢 那些時間呢 可能一租租到999年 因為這樣 那些leasehold 就是叫做租借地權 對那些buyer 不公道的 那如果有個人 他說我想做extension 想補地價 是不是應該等一等 還是應該 不要等 都說要做這個 就是補地價的那個程度呢 我知道很多lease 如果剩下40、50年那樣 是便宜很多的 但是 如果cash buy 就是不用mortgage 是值得的 你可以先買回來 然後extend了它 然後再mortgage出去 就是refinance出去 那就最好了 因為英國的法律就是 一定會給你extend的 一定要extend的 不會說不給你extend的 只不過你越遲extend 它就越貴的 那些地價 但是你算起來 如果你買回來很便宜的 你算買extend的價錢 都會 都是好過你買150年 200年的lease 或者是有稅位的 所以將來 我們經常都鼓勵一些 投資者 或者是開始起步的時候 不要賣這麼貴 是吧 是 100多萬 先給它 搞這麼多東西 幹嘛 到時候好像Key那樣說 你就容易搞 然後第二個物業 因為你有第一個問題 就是recon 第二個物業 你就容易搞得了 好 最後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你們怎麼收費 我們收費就是 我以為你問她 我以為你問她 多少分沒有 因為香港很多女生 香港很多好的女生 你記得嗎 收了錢 收了錢來問 可以私信 OKOK 好 如果有好介紹 有好介紹 都可以考慮 OK 怎樣收費 就是 我們有minimum charge 因為我們是隆東律師行 那minimum charge是比較高一點的 我們就由 現在好像是1250英鎊起 如果你的物業是 100千 200千 我們都是收了 1250鎊 即是10萬英鎊 或者20萬英鎊 是嗎 是 直到你去到 40 40 40 50萬英鎊 就開始會 會升 會高 收費 OK 好了 時間差不多 給你多問一條問題 有沒有什麼要問呢 我只是問他幾個分別 因為有沒有女朋友 剛剛說了 說你有什麼好介紹 OK 好多謝阿Kia 起碼我們今天聽到一個喜訊 就是 原來如果你光顧這些律師行 不一定是你們 但是光顧這些律師行 有一個好處 就是 他在香港有這個代表 有這個公關部門 有很多事情 其實你可以在香港 又不用 和律師溝通 在香港先處理了大部分的事情 加上是講廣東話 我想就方便很多 那變了 律師又做得快些 你又覺得舒服些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試一下 聰明 這個很聰明 真的需要的 OK 好了 多謝阿Kia 有機會再找你聊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